《聖經名人》 大家好 歡迎收聽本年度的神宗課 遇見365位聖經名人 今天是4月30號 我們今天所分享的聖經名人是以西傑 他的名字的意思是 《上帝必堅固》 以西傑是一位的祭司 上帝呼召了他成為先知 他是在公元前五九七年 被流放到巴比倫的猶太人之一 內文說到 即使粗略地閱讀以西傑書 也都清楚地看得出 以西傑接受了一項非常艱難的任務 而當我們很仔細地閱讀 這一本以他命名的聖經的書卷的時候 我們對他最初的印象就會加倍強烈 另一位祭司兼先知的蒙照過程 令人印象深刻 上帝知道 若是先知以西傑 具備執行監據任務的所需的能力 就必須讓他看見上帝所處的另一個世界 在以西傑書二章第三節這樣記載 上帝說 人知啊 我猜你往叛逆的國民以色列人那裡去 他們是叛逆我的 但是上帝叫以西傑 不要害怕他們所說的叛逆的話 儘管他們視他為經濟和侄禮 上帝會賜給以西傑所需的能力 在以西傑書二章第五節這樣記載 必知道在他們中間有了先知 總言言之 上帝給了以西傑的使命 令他難以明白 於是 他在他們中間 憂憂悶悶悶地坐了七天 並非所有的人都蒙上帝的呼召 成為他的先知 如同以西傑 以塞亞 或者是旦以利被呼召 但是 身為上帝的兒女 我們每個人都有先知的使命 並要代表我們的主 全揚真理 當人家視我們為經濟和侄禮的時候 這個可能讓我們承受被人傷害的經驗 但是 如果我們親近上帝 我們就會看到新的良光 使我們有能力和勇氣去執行上帝 要我們去做的事情 現在讓我們一起討告 主啊請幫助我們成為你的代言人 願我們能讓周遭所有的人 感受到他們當中有一位先知 討告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成命祈求 阿門 今天的內文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今天的故事有更多的興趣 可以延伸這樣閱讀以西傑書傳書 關於他的呼召 請參與以西傑書一章一節 至三章十五節 歡迎明天繼續收聽 拜拜